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集和各位分享一下宜家的两款电脑椅 马库斯和耶勒乌福亚列特 经过前几集的思想斗争 我准备选择国外品牌的电脑椅 廉价的国外品牌宜家 找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在调查人体工学电脑椅之前 我就准备无脑选择宜家的马库斯 或者是耶勒乌福亚列特 后来看中了埃格麦克斯家的克曼德 然后又看中了保友家的U 之后是金镯还有金豪 都准备去实体店看了 结果又转回宜家 具体是怎么转的 请看前几集的视频 我看中了宜家的两款电脑椅 一个是很早就看到的马库斯 还有一个是最近更新的 耶勒乌福亚列特 也很好 买一家的东西主要是为了省心 它是全球知名品牌 用户量大 估计bug也会少一些 应该也不会有明显的短板 我看了一些国外评测 说买电脑椅 如果有1000美元以上的预算 可以选择高端产品 200美元的价位是廉价产品 200美元这个价位 在国外有很多选择 但是这些产品 咱们在国内买不到 在国内能简单容易买到的 估计就是宜家了 他还说宜家的马库斯 在这个价位几乎是无敌的 他说的是999元的马库斯 最低配的马库斯 当然这句话也是有条件和限制的 什么条件呢 那就是身高 身材小的同学不适合马库斯 后面会详细讲 马库斯发布时间比较早 好像是2006年就有了 到现在至少有14年了 耶勒乌福亚列特 好像是2018年的产品 算是马库斯的升级版 我开始对这款新品偏有加 因为它更好看 而且多了很多可调节的选项 价格也稍贵一些 后面会分享这两款产品的对比 这两款产品由于搭配不同 价格是从999到1799不等 先说耶勒乌福亚列特 它有四个版本 第一个是高配版 皮面带把手 1799元 第二个是中配1 不是皮面了 皮面换成了聚脂纤维面料 带把手 1499元 第三个是中配2 还是皮面 但是不带把手 价格是1599元 第四个是低配 皮面换成了聚脂纤维的面料 还不带把手 价格是1299元 由此可见 升级皮面的价格是300元 加把手的价格是200元 再说说马库斯 一共有两个版本 高配版是皮面的1299元 低配版是聚脂纤维面料的 9999元 也就是1000元 马库斯的高配 和耶勒乌福 亚列特的低配 价格一样 都是1299元 但是马库斯的高配 是皮面 有把手 耶勒乌福 亚列特的低配 是聚脂纤维的面料 而且不带把手 这两把椅子 我都体验过 每次去宜家的时候 都会去坐坐 感觉耶勒乌福 亚列特会更好些 我想在网上了解一些 关于这两款产品 长时间的使用反馈 但在国内 能找到的信息不多 关于新品 耶勒乌福 亚列特的使用评价 就更少了 比如腰部支撑好 舒服 负面评价也有 比如扶手感觉很廉价 头部靠枕不是真皮的 安装之后 会有异响 会摇晃等等 还有的建议购买 价格更低的马库斯 研究到这儿 我心仪的目标 还是耶勒乌福 亚列特 它的真皮板 1799元 后来我在油管上 看到一个几分钟的 对比视频之后 我放弃了耶勒乌福 亚列特 转而选择 马库斯的真皮板 那么为什么要选真皮板呢 我之前用的伦贝特 那把椅子是人造格的 它不透气 我感觉真皮材料 会比人工材料更透气 说到透气的问题 我想到了保友家的金镯和金豪 它们用的都是网布材料 狠透气 也是人工材料 但是有评论说 这种材料使用长了会塌陷 也有的说会勒大腿上的肉 压迫秀管和神经 所以往深层次想一想 金豪E的真皮板 价格是3800 比普通版贵了好多 看来真皮才算是高档 由此可见我应该选真皮板 我是怎么从耶勒乌福 亚列特转向马夫斯的呢 请看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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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